8.5 兩點 半夜 那邊半夜 半夜兩點 快兩點 下一點四十一分 剛剛才醒來 半夜醒來 來啊 要做什麼 吃飯 做便當啊 然後吃飯 今天 早上去洗牙 就 刷完置紙之後嘛 然後回去 牙醫診所洗個牙 順便檢查一下 把製紙之後 恢復的怎麼樣呢 大概十點 十點去洗個牙 然後 早上起來是去 是去 買菜 大概 早上八點的時候 去買便當菜 這段時間就是 沒有吃肉啊 便當不足肉啊 那我們就是 買 買那個 英文叫 快 就是 螃蟹的 魚切很高啊 就是它是 蟹肉加 加什麼 嗯 反正是吃烤的 一種東西啊 然後中 中午到十二點去 大概十一點四十五點到馬去送 送 送的時候老婆 大概心裡就有 預估到說 我們這次應該會送 很遠 因為 它多十塊美金啊 多十塊錢 然後我就看 它可以 看那個送的那個地圖嘛 我看哇 送 送這段日子以來 第一次看到那個 地圖的點跟一條龍一樣 因為通常呢 以前送都是 它那些點都是集中在 一大區域的陣裡頭 然後這是第一次看到 我那個點是 連成一條直線 像一條龍 哇 48個包裹連成一條龍 然後果然沒錯啦 都是送那些什麼 鄉間道路 米巴路 砂子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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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石頭路的那種 那個 那個什麼 那些 農夫囉 都是走 農田的道路啊 哇 那個農田 四萬五境的那個 那個 農田 哇那些人看起來好像都很有錢 但是有些人很奇怪 有些屋子好像很破舊 都看起來不像農夫的屋子 對啊 會不會在那邊就是種田的啦 那個田都很大 其實你說種田 我又看他們 那些根本都也只是草而已 根本也沒東西 對啊 然後他們就把那個草 收割起來 就捆起來 好像是給馬吃的還是什麼的 對啊 他們也沒種東西 我都 我過去那麼久都沒看到有 有 有 有種東西 那 然後那邊 有種 南瓜的還在 還在土裡還沒長出來 沒有啦 下面都是草 對啊 都是草地 就是南瓜我就不知道了 對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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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難怪太可怕了吧 他那個 他那個地偶 簡直是一望無盡啊 一望無盡就有點像是說 像待遇你一眼就看到 台中市區那麼大的地 但是都是地偶 都是平的 對啊 一眼望去 就是你只看得到天際線啊 就是天跟地的那個 一條線啊 好像看海平 地平線 地平線 真的 一望無盡 對啊 我說哇 還好我送亞馬遜 可能老婆也是喜歡看 但是我們看到很多 養牛 有養牛 有養羊 還有 還有 就看還有養馬 對啊 那家家戶戶都有狗 幾乎每一戶都有狗 那我會下去之後那些狗都會衝過來 但是還好啦 都是對我咬尾巴 呵呵呵 那我那邊下去 那有些狗那邊超級大隻的 基本都是大狗 小狗很少 小狗很少 基本上都是大狗 啊也有看到貓 對啊 不錯啊 就是說 那阿門包裹上面會寫是送什麼東西 當然不會啊 怎麼會 包裹上面只有 只有顯示地址跟人名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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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己去買布 自己去做的 然後 穆斯林 也不算穆斯林 不是穆斯林 是基督徒的一種 但是他們是屬於那種 離世隱居的基督徒 就是他們不 跟一般 居民住在一起 他們是 就是那種 找 舞蹈前面的基督徒 就是說 家裡沒有網路 沒有電視 沒有水沒有電 都自己自主 自己挖水井 自己 自己蓋發電機 自己自主 自己種田 自己養動物 然後所以他們也不 付政府的稅計 因為他們沒有 政府的設備 供應的電跟水 所以他們是早期的那種 生活的基督徒 然後你們 猶太教 猶太教 是不是猶太教我怎麼知道 應該不是 對啊 對啊 因為 缺教徒 他 拍著那個 英文名字有去查過 對啊 是屬於另外一種生活的 美國民族 對啊 有時候 餐館 我以前在餐館的時候 看他們 也是會來 餐廳吃飯 對啊 他們也開車啊 更厲害的 我還看過他們開 開馬車 對啊 就是前面幾匹馬 然後後面拉著一個 車子 這樣 不是 不是汽車喔 是那個 真正的美國馬車 這樣 那他們 不用 不用那個 手機電腦怎麼會 用完 對啊 用亞馬遜啊 就是 可能是後來 後來疫情之後 反正不管怎麼樣 慢慢的 他們也 跟上 時代了吧 也還是會用 手機啊 有些 清教徒應該也是 會用 手機玩 但是 他們的穿著 就是 他們為了要 區分出來囉 所以他們一直以來 都是 女人包頭 穿連身裙 那腳 都沒穿鞋子 然後 男人就是 簡單的 上衣啊 牛仔褲啊 這樣子 他們也是要穿衣服 這樣也算 算到處看看啦 單旅遊 對啊 就是 平常 雖然 在家也沒事 出去也是 小瓶 對啊 那就 那就 當作旅遊啊 逛逛走走啊 可以看不同的風景 因為你如果 不去 不去送 來回有沒有300公里 我今天 算的那個里程數 是差不多 八十幾英里 八十幾英里差不多 一百五公里 兩百四 蛤 兩百四 四喔 那不是乘以上嗎 喔 是乘以上嗎 喔 我知道了 有 有開那麼遠嗎 就來回了啦 嗯 沒有啦 總 我有看理禪數啦 因為 報稅的時候 我要進那個里程序 去報稅 對啊 因為你 送這個 外送啊 也算是一個收入 啊 那個收入也是要報稅 對啊 他不是還要扣 扣掉油錢 對啊 但是他們是說扣里程序 會比較 省稅金 對啊 然後油錢 是算 汽車消耗 對啊 不然 算的都繳稅 嗯 最近工作還好啊 最近 還好啊 還是一樣要多休啊 一個月要休九天啊 公司也是員工太多啊 員工太多 一個月休九天喔 對啊 對啊 之前是休八天 只多一天休假而已啊 我要先烤啊 你要先放直 我們是有上班才有限 好 烤快配奧班子 他少少一天收入 少一天收入 也少少幾千塊喔 對啊 兩三千 兩三千啊 不要啦 那個盤子不能夠烤 可以整 我先放在這裏 我先放在這裏 最近就比較忙啊 等下個月 再來去 申請Uber Uber 你要申請Uber 因為你如果是 台灣申請那個 出Panda的話 他還要排班呢 Uber就是 手機開了就可以上線了 好 看我那Uber申請的都沒有去 沒去跑 就跑了一次了 聽說那個 聽說那個 Fu Panda要賣給 要賣給Uber Fu Panda要賣給Uber Fu Panda要賣給Uber 還破局 還破局 不過台灣 台灣送 送Uber 應該也是 要小心啊 開車小心啊 汽車啊 汽車那麽多 坐Uber 坐Uber 你老婆今天來上班啊 他今天休假 我是昨天休假 哦 是 最近有沒有去看老媽啊 最近沒有啊 我禮拜一要去看老爸 禮拜一要去看老爸 是 4月4號是清明節啊 要提早去掃墓啊 提早掃墓啊 對啊 叔叔原本是問那個禮拜天 要不要一起去啊 他跟姑姑啊 約禮拜天 去大平頂 就爺爺奶奶爸爸一起掃 他說禮拜一才休假 我自己去就好 我自己去就好 老人家 約你一起囉 對啊 你們排班不能夠改一下綠水 你們排班不能夠改一下綠水 也不是什麽很重要的事啊 就不用改了 老一輩可能會覺得 哇 這個還不是重要的事 在我們這個年代掃墓 最重要的 那現在掃墓就敗一敗而已啊 因為都已經搬去那個 林菇塔的啊 也不用像以前還要割草要燒幹嘛 沒有啦 現在慢慢 像我們都是 到這年紀而已 大概能夠明白是 是他們這些老一輩的 想要把我們 就是咱家的人 聚在一起 算是 有一個家庭的聚會啊 對啊 就是不要慢慢的 大家都 分開來 蛋啊 還是什麽 就平常也沒什麽聯繫喔 那一年可能就這麽一次 有個理由 大家可以聚在一起喔 對啊 全部的家人聚在一起 聽 聽子玲講說老媽膝蓋不好 他說 走路 那個三樓梯 那時間都會卡卡 對啊 老問題的啊 找到賣掉那個老屋子 又不要 老媽可能也是 每天走走樓梯也算當做運動 當做運動 會不會哪一天走不動啊 像以前老外公 八十幾歲了 然後 沒辦法住老爸那邊就是因為 老外公沒辦法走啊 對啊 因為老媽現在都七十了 再過十年就八十了 那八十了 那八十了 哪麽神每天待在家裡啊 不出來 他可以出租啊 然後再租個小套房啊 跟那個 小舅一樣啊 小舅 你家裡堆那麼多東西 一年都用不到一次 要斷捨離啊 斷捨離啊 那老人家就越來越難斷啊 還斷捨離 嗯 累積一輩子的東西 你丟掉就是丟掉 人生的回憶喔 對啊 那些都是他慢慢收集起來的 其實跟年輕的 習慣是有差 像以前我還記得我們小時候 隔壁不是有租 我們租那個矮屋子還是什麽 像眷村的那種 那隔壁就是租收破爛的嘛 那收破爛的每天 經過他們家 都好像都有一股味道 可能是像垃圾廠還是 但是就是裡面就是 那收集很多破爛喔 然後他們可能有的是拿去賣還是什麽 哎呀 那邊拆掉有補產啦 應該也變荷雅啦 荷雅啦 他們年紀都很老啦 荷雅啦也沒用啦 就是以他們的思考 思想就是會覺得說 哎我情願 待在這個老屋子 就是一直到老啊還是什麽樣 他那時候住那邊的時候你有沒有去走過那個 那個水溝上面那個鐵骨 有啊你還記得喔 對阿 不一樣啊 小時候就不怕死啦 都不知道掉下去吧死掉 別擦了 小時候又沒人管 對阿 因為小時候也沒什麽好玩的事情 我這邊住以去塔城鎮有一個48歲的大叔喔 台灣大叔 離婚有兩個小孩 小孩是跟前妻 然後上次那個幫小倩找對象的時候 他主動聯繫 然後後來他有回 上次有回台灣啊 大概不知道是回去看病而已 然後他看他臉書他有跟小倩有跟他好像有留言啊 聯繫 他本來是剛 就是他本來是有看小倩臉書啦 就是 嗯 帶個兩個小孩 恩恩 恩恩跟那個 什麼 那樣叫 文文啊 對啊 然後他就說 小倩人家那麽年輕 不會看上我這個大叔啦 我說還好啦 我說還好啦 現在人壽命都慘啦 40歲還很久 小倩也快40喔 小倩應該38 39了吧 對不起阿 小倩人家那邊 退邊直接吃嗎 應該還是硬的 我看一下喔 那邊 台灣 台灣那邊其實也是有幾個 跟小倩聯繫 也是透過臉書 因為臉書我就幫他破個文說 啊單親母親帶兩個小孩啊 找對象啊 然後後來也有台灣的 住在什麼高雄啊 什麼 就是共聯繫 想要認識 後來給小片一看 小片一看就是 哎呀那個是大片的 因為跟他 雖然是軟 還有一點冰 對阿 現在大片很多阿 雖然是軟 但是你咬下去都會很冰 對阿後來看阿 他的年紀阿 那說真的 有些 有些 大樹阿也不是很老啦 大概50幾歲 他說 哎 這年紀就自己過了 有時候自己當成自己過也OK 像我這邊 也是啊 他有時候去跟大姨聊天 大姨就住我前面的療養院 那他也說 他兒子那個小寶也是自己跟過生活就好了 小寶推台灣了 沒有 他現在在Wijita做 不算日本料理阿 算海鮮店 就是賣 賣螃蟹阿 賣魚阿 賣海鮮料理 對啊 但可能有賣壽司之類的啦 那一聽 那個 大姨說 大姨說 他報稅只報一半嘛 另外一半就沒報 然後他說他 一半是2000喔 然後稅金是400多阿 那另外一半2000就是收到自己口袋阿 所以說 那我就知道他大概4000每個月嘛 對啊 他說住老闆家呢 就省了那個住宿費阿 水電瓦斯阿 對啊 然後雖然是沒保險阿 但是他現在買歐巴馬保險 一個月才20塊 我說他現在還有歐巴馬保險 哈哈 但是他說那20塊保險保了等於是 保安慰喔 心理安慰阿 對啊 對阿 那個保的根本也沒用 大兵小兵也沒 也不會給你吧 對阿 就反正 就是他說現在買屋子利息又高 現在利息好像是7-8% 然後屋價又貴 屋價好像比疫情前漲了3-40% 甚至我看過5-60%都有 那真的搞不懂 那會長什麼 還一直聽說那些YouTuber說會掉價 他根本也沒掉價 那麼多人想買屋子就不會掉價了 臺灣 臺灣反價漲啦 股票也在漲 臺灣股票已經 2萬點了 股票也在漲 那你不就賺到錢了 臺股我沒有買阿 我都買美股阿 美股阿 因為我上次跟戴聊一下 他說最快今年發生 不然就是最近 他說會開始經濟崩盤 他說什麼講呢 就是他說房價也會崩 股票也會崩 他說因為現在你還已經看得出來一些端寧的 就是就是他利息利息再不降的話 因為我們現在都放定存嘛 因為有利息有也還有賺錢阿 然後但是咧他利息再不降的話 那個他美國的經濟會 會像2008年那個刺激房貸一樣 對啊 然後就是他說股票會會掉很兇 然後房價也會掉很兇 像2008年這樣 對啊 大陸現在是這樣子阿 大陸現在股市跟房市都在掉阿 大陸現在股市跟房市都在掉阿 火市跟房市 對啊 因為 中國被美國制裁阿 很多企業都搬出去 他們工人就失業了阿 失業房貸交不出來 中國有的市人他們也不管老百姓死活 對阿 對阿我昨天看那個大陸一個新聞 他說現在大陸那個快遞員都不上班了阿 都離職了阿 快遞員都不上班 大陸不知道出了一個什麼政策 說那個快遞一定要打電話聯絡 客戶不能東西一犯了就跑 蛤 蛤 打電話聯絡客戶為什麼 蛤 蛤 阿就客戶投訴阿 東西不見阿 被偷啦 蛤 所以大陸就出了一個政策 然後 就有一個快遞員被投訴 然後就被罰了三萬塊人民幣 蛤 三萬人民幣 對啊那個快遞員又說我一個月 才賺六千塊人民幣 哇六千很高薪阿 對 他們那個也是拼劍術的阿 他們送一件才一塊四而已阿 啊一塊四 一天要送四百件 哇 對阿說要打電話我這四百件怎麼送的 反正打電話聯絡四百個人就花了一個小時 對啊 對阿 後來他就被罰了三萬塊 然後那個快遞員就被嚇到阿 然後大家就離職了阿 不上班了阿 現在那個他們 快遞的貨物就沒有人在送阿 好像某一區啦 喔 因為是那一區的快遞員有人被罰 好 還要過生活的還是要送阿 嗯 嗯 對 就好像你這個開單 呃 員工變多了 你休假多一天 你還是要做阿 對 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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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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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到三張單 因為你要開到餐廳去拿菜 就已經十幾分鐘還要等 有些餐廳菜都還沒出來 那олет再把菜送到客人家 又是10到15分鐘的路程 那你半小時就才一張單 你一個小時我有算過最多兩張單 就是不停的 就是送完了他马上又来一张 不停 很难 就算很难距离很短 也很难一个小时送上张档 那我一天 我曾经有算过 我一天有做十个小 好像开八个小时 加上来回两个小时 是开十个小时 但是我是 APP是说我做八个小时 是送十张张档 我八个小时才送十张张档 我一天送四百 我真不知道 这中国大陆是怎么做得到 他送四百件是送货物 就是像亚马逊 就是三库领货 然后就开始送 他送完再回去 他送吃的他们 会开外挂 开外挂 还有外挂 对啊 那个外挂开起来 那个 他会拦截到那个 派单啊 就那个单会一直派给 是 是 对啊 那个 开外挂的 被他们同行看到 还会被抓下来打 哦 是哦 哎呀 中国大陆不快是外挂的国家 对啊 因为你开外挂 你把单子都吸给你了 人家就接不到 对啊 阿威说 中国大陆外送员 有外挂层次 就是会把所有的单都吸到他的手机里面 然后其他外送员看到他用外挂层次就把他抓下来打 哈哈哈 因为单都被他吸走了 对啊 你怎么知道 对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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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嗯 嗯 哈哈哈 不知道 对啊 其他 送货员也要查他手机啊 还是 派进去他手机才知道他用外挂 好 就好像以前我们打游戏啊 我们打游戏 如果外挂层次 使用外挂层次 那就发现 哇他那么强 一定用外挂 对不对 他们外送都是骑那个电瓶车啊 他手机就是放在车头前面 你在滑的时候 人家会去瞄到 哦 那这个都送 他还是那个 你都 在热点 你都来回跑两单了 人家都没一单 人家就会注意到 哎 你怎么那么多单 我都没有单 他就会注意你的手机 因为他们送外送 那机车嘛 然后就很多手机啊 沾了一只火啊 然后其他人就发现 哎 那我看你 看为什么有那么多单单 然后因为他就用眼睛去瞄嘛 就瞄 对啊 对啊 对对 他们都骑机车嘛 都骑电动车 对 然后就就砍倒了 哦 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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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房子别人看的 天 对啊 光是一个上海 人口就两千万人 嗯 他们外送就多了 对啊 哇 那上海两千万人 那像我这小镇 买个喝肯才一万多人 那哈奇 我通常去送外送 都是去哈奇省 哈奇省是五万人 对啊 但他的单就是 有就有了 就是在车站 大概滑手机 滑个五分钟 十分钟 单就来了 对啊 主要也是长期啊 长期多的话 那单就会多了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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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你也是打算下載UberE去跑一跑 休假的時候 對呀,賺Wi-Fi喔 去看看好不好做 不好做喔 像我們之前送Door Dash那個外送 一個小時它是很平均啊 有時候一個小時賺不到10塊錢 或不到10塊 有時候一個小時 一個小時可以賺2、30 平均下來一個小時十幾塊 對呀,台灣是送一張50塊錢 送一張50塊錢 固定的 所以他們薪水高就是要 靠那個獎金啦 靠獎金 因為台灣沒有小費嘛 對呀 對呀 現在我上次看那個YouTube 他之前 他也是一直都是在美國跑外送 送外賣 他說 他是從疫情前就開始做的 然後他看著這些送外賣的行業一直在變化 他說 就發現到啦 現在 現在的人都缺錢 缺錢用 沒有 然後很多人都跑過來送外賣 那送外賣就感覺說 一個池潭的魚就那麼少 那就感覺魚變少啦 那魚變少就是 單就少 然後大家就搶啊 然後就導致那個錢就越來越少 就以前有人說 就是做Uber 開車的 送客人的 以前可以賺5、6千 甚至7、8千美金一個月 他說現在呢 只能賺4、5千的 就是你狂做 他說時間是一樣的 時間是一樣的 但是就很明顯 Uber啊 就開始在吃掉那些錢 對啊 就以前一張單可以賺10幾二十塊 現在一張單甚至7、8塊 那越來越誇張 因為剛開始他 要吸引人家來做啊 就要開高薪啊 現在做的人多了 他就把薪水占下來啊 對啊 然後那個 我聽了主播講說 就感受到好像是 那個 真多粥少 就是 河上多 西飯少 就是要賺錢的還是不要做啊 對啊 畢竟他對那個 年齡啊 還是你的那個 沒什麼要求 要要賺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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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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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台灣那個 房貸利率 要提 要調高了 對啊 現在是2% 聽說要調到2.2% 2.2% 還好啦 還好啦 也不是很 你家調很高 對啊 就你如果房貸是一千萬的 就每年要多付7500塊 對啊 2%調成2.2% 這叫調高 對 美國都要降息了 台灣現在才要升息 也不知道在搞什麼 是聽說台灣調利息 台灣利息啊 都沒調 還是 他說其實是跟 國際形勢有關 對啊 因為台灣的 形勢 國際形勢好像比較特別 上次有傳那個影片給你看 其實跟台灣的央韓有關係 對啊 因為他就是 台灣的那個錢幣也是跟美金有掛鉤 然後台灣畢竟這個國家好像還是那些大財團 掌控整個台灣國家的經濟 跟韓國是有點像 所以說台灣的央行為了要跟那些台灣的那些財團們 就是達成一些共識 就是說你如果 調利息啊 還是房價 房價減低啊 都是會影響到那些財團的利益 所以台灣的政府其實是跟那些 跟那些財團是有所勾結的 對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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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拿一下 就 這個國家還是 少數 少數人在台灣是大財團 看我 我可以聽到 這個其他的 對齁 對齁 那是 谢谢观看 那昨天 最近很久没吃肉了 看见一大块猪肉 那个21号到期 特价2块多 你赶快买下来啦 虽然很久没吃肉了 因为现在肉 哇,随便一块肉都89块美金 一块牛排甚至十几二十块 比去餐馆吃还贵 但是餐馆 你去吃个applebee也是感受得到 那两个人三四十块也是跑不掉 对 对啊,出去吃也贵 现在去超市买菜也贵 就等景气循环啦 现在 房价股票价钱都高啦 你就多存点现金 他说等有降下来再买一点 那你这样子 你跟子霖 那两波机 一个月 还是一年可以存多少 存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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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概有五只吧 那是 那是 疫情之后 我们那个 薪水有 有调高一点点 之前都赚三万多 现在有 有四万有五万 哦 哦 所以你跟子霖 也是可以存个 有四万 存个五 那不错啊 那我 我 我跟 老婆 这样子一年 存不到多少 主要是回去那个 旅非太贵了 对啊 那赚钱就是要花的啦 现在还 还动得了到处跑一跑啊 不然年纪再大一点 五六十你也不会想要旅遊 嗯 而且五十也是理想状况下啊 你之前可能就存个 十万二十万 这么少 那你跟子霖也没什么花费啊 嗯 那十一住行就花了差不多啦 十一住行 嗯 嗯 最近也是 看 那个 那个 那衣服 现在也是去买那些客价的 这个 但是 老婆在我马看到客价的 那个 衣服 那一块多 那原价八成一块 就多少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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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買股票 我們現在也還在學啊 啊 安排的都沒有 沒賺到錢 大部分都是 那麽多年啊 在學 不 那麽多年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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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買買特斯拉 150買吧 啊 200塊賣掉 現在賺50塊 啊 他是買阿里巴巴 啊 阿里巴巴從250開始買 啊 現在阿里巴巴只剩下 73塊 啊 啊 阿里巴巴 啊 啊 啊 那時候就是 賭啊 賭阿里巴巴那麼大公司 那時候買很早啊 2020年 疫情刚开始 那时候阿里巴巴股价也是从90块 涨到300块 然后300块掉到250就觉得 有便宜也来买阿里巴巴 250就一直往下掉 掉到现在剩下73块 然后阿里巴巴我最低有买到63块 最低有买就是 对阿里巴巴最早一样跌到56块 我63块买应该觉得不会跌 结果跌到56块 对阿里巴巴就算了 阿那就不管他那就换着 然后他才已经过了三年了才慢慢从56块展回去 73块 他之前有涨高一点阿之前最高涨到120 那时候原本有 这样投资算有赚的但是没卖掉 想说我250买的 现在才涨到120 应该会再涨上去 他就想说放的结果又跌回去了 生73块了 原本是赚的现在变成赔的 特斯拉那时候 特斯拉那时候买150 200卖掉后来他不是又一直涨涨到300块 那上次那个吴大佟 他跟我说他的那个虚拟货币 炒到赚到5万块美金 总总金额 总金额现在是5万 还给我那个截图看的 很开心啊 他说强哥终于到5万了 他都不工作 他不怕那个证券商破产保护 因为比特币他也是交易所 他那个世界第二大第三大都爆雷啊 那个负责人都捐款到跑啊 是 有啊 他是有跟我讲 对 但是就是走风险哦 他那个时候 他是从美国做了那么多年 存了三桶金 回去台湾 大概有个十几万 然后就开始做这个虚拟货币的投资 然后他说 他说他也是新手什么都不懂 他说他是运气好 然后就哇就狂赚 赚了大概有时候一晚上赚七八千美金都可能 他说哇 这么赚啊 那他当初干嘛到美国打工呢 当然之后又跌回去 又跌回去 对啊 比特币 2020年那时候从2万涨到6万块 可以吃 然后2021年就从6万块掉到1万5 嗯是可以拔了 算算了 他现在现在比特币好像又串心高了吧 赚到7万块了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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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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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